近几年的汽车驾驶辅助系统 已经有早先的向车道保持紧急制动 还有自信巡航相关功能 发展到向自动变道超车 以及这种进出车道相关的更加高级的功能了 那不但看出汽车驾驶的辅助系统 已经逐渐向这种城市生活进发了 但是要真正实现城区内的这种驾驶辅助功能 很多车型真是望尘莫及 今天S就要试驾一款车 这款车可以轻松实现城区内的NCA的驾驶辅助功能 它是谁呢 就是阿维塔11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阿维塔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全系搭载华为HI全站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品牌 阿维塔的自驾系统硬件配备是相当亮眼 它的这个硬件部分呢包括34颗自驾传感器 与一众其他品牌车型不同的呢 是三颗华为的激光雷达 它的位置呢是放置在中网以及保险杠的左右两侧 构筑了300度的水平大FOV 此外呢 三颗激光雷达 六颗毫米波雷达 以及12颗超声波雷达 还有13颗摄像头 400Tops高算力 保障硬件水平 在同级别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整装戴发 已经把阿维塔11开上了 我们体验一下它这个城区的NCAA功能 到底表现如何 今天呢是星期六 深圳呢在星期六的时候 不管是早高峰号晚高峰之外的时间啊 车流我们看也是相当多的 像这个送快递的小哥啊 还有各种货车呀这种车 大家的速度呢都比较快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阿维塔11这个城区NCAA 它的表现到底如何 那阿维塔11的NCAA功能呢 目前呢是已经覆盖到国内数十万公里的 这么一个高速及城区快速路了 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体验城区NCAA的 这么一个相关功能 在要激活这个功能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液晶大屏上 显示了一个定位的这么一个小的符号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表示它就可以激活功能了 换挡杆我们下播两下 NCAA已激活 它现在已经告诉我们NCAA已激活了 所以现在我可以完全放开 让阿维塔11他自己去驾驶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进行一个变道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操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前方有车辆是停在这个快行线上 所以呢它在变道的时候 会非常谨慎 只要后面在有车的情况下 它都会以安全敌意的这么一个原则 进行一个相关的减速 然后呢观察后方的情况 慢慢进行变道 但是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在现有的这个技术驾驶下呢 以及那个法律法规规定下 我们开启这个城区NCAA功能的情况下呢 也不能完全当水手掌柜啊 还是需要随时观察我们的路况信息 对车辆呢进行相关的接管 那在今天的过程中呢 我也发现 NCAA的它这个基础变道的实际选择呢 还是比较简慎的 主打安全敌意 所以当车辆所在车道行驶缓慢 或者呢导航判定需要转向的时候啊 车子会确保前后侧安全 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它才会变道的 但是它变道的动作呢 是相当的干净利落 如果在变道的过程中呢 遇到后车突然加速 这种特殊情况 它也同样会做出这种及时的修正 那我们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呢 经常遇到这种被加三的状况 那刚才呢我也遇到了 但是呢我发现 阿维塔11呢 能够非常准确的判断 前车的这么一个加三的意图 它是非常聪明的 可以加三车进行这个博弈的能力 自主选择加速 通过或者降速呢让行 那现在我们行驶这个路段呢 路况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呢 是有好几个小区 随时呢都有车呢 从小区里边出来 而且在最后所车道呢 还有好多车辆呢 是暂时停放在旁边 还有一点就是 这边有好几个人形横道路口 但是呢没有设置红绿灯 阿维塔在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 会非常积极的观察 有没有车辆 从我们的左右侧室来 所以呢它的通过呢 还是比较谨慎的 那刚才呢 我们是通过了一个大曲率的匝道 阿维塔11呢 也是能非常从容的驶入驶出 其实在刚才进入到 这个大的扎道之前呢 我还是比较紧张 还想着 是不是中间要接管一下方向盘 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决定啊 真的是多想了 它的方向盘呢 全程转向非常丝滑 不会出现这种大角度的来回修正 几乎不会出现这种压线的情况 而且呢 它的这个加速呢 也控制的非常恰到好处 带给我们非常平顺的这种驾驶感受 下面的考验又来了 我们现在呢 要进行一个左转的操作 但是左转呢 是两条车道同时并行的 那我们看一下阿维塔要能不能 一气呵成的完成任务 现在我们要进行左转了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左侧是有车辆的 没问题 一气呵成的完成 那当下我们开车在马路上 有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就是快递小哥 那刚才我们行驶来路上也会发现啊 偶尔呢就这种快递小哥的电动车呢 突然斜向前杀出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我发现阿维塔11呢 它会及时在第一时间内进行避让 而且呢 它可以在这个确保相邻车道有条件的情况下呢 进行借道避让 那今天一天呢 我是在阿维塔11的陪伴下度过的 并且呢体验它的城区NCA 实话实说啊 这个功能啊真的让我找到了 有老司机般这种驾驶感的这种 自动辅助驾驶这么一个相关的体验 而且啊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 阿维塔11这个NCA功能啊 它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呢 都能有这个驾驶安全 以及那这个通行效率两者兼得 接着到目前为止啊 城区的NCA功能呢 是在这个上海 以及深圳的部分道路已经开启了 后续呢将在广州以及重庆这两座城市 进行相关的开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梦想召进现实的时候 更多的这个城市NCA的功能啊 从以前的炫技呢 是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了 那未来呢 阿维塔11还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拜拜 拜拜